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廖元赫八段和韩国的金智熙九段 说起金智熙九段 绝对是围棋界颜值的巅峰代表人物 不管是在中国也好 在韩国也好 都是有很多的女粉丝 那么齐敏也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做黄太子 因为他从一出道开始 就是被韩国媒体捧的是高高在上 就是给人一种皇家太子的感觉 当然他个人也是不负众望 一直是这些年来 十多年来一直都处在这种 起义的这种巅峰 一直是韩国前三位的一个棋手 当然他从来因为总是有遇到像 什么李世时 朴廷环这样的大神压制 所以一直不能够成为头号人物 但是能够把这种高水平保持这么长时间 我觉得这个金智熙也没有辜负大家对他的一个期盼 那么这个廖元赫 小廖 曾经也是 我也教过他 非常出色的这个00后棋手 从小一看他就是一个天才 下棋的那种机灵劲 一看就是很有天赋 那么果然这个在北京待了几年之后 这个棋也是突飞猛进 现在已经是作为这个成都队当仁不让的主将了 那么此番这个00后小将挑战金智熙这位前辈 看看到底是这个姜是老的辣 还是新人更胜一筹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这番棋的实战 好 这番棋由廖元赫直黑先行 其实刚才说到这个颜值 小廖其实也是这种高颜值棋手的代表 只不过他出道晚一些 年纪小一些 不像这个金智熙已经是沉迷已久 相信等这个小廖拿了世界冠军之后 他的这个女粉丝也不会少 我觉得 好 拖 这个年轻人就是不一样 这个主动 主动挑衅 来吧 你要下米识飞刀我们就练 那么这个金智熙 金智熙现在确实可以称之为一元老将了 89年出生的他今年也31岁了 而且也有了自己的孩子 所以这个还能保持这样的水平 我真的是觉得挺不容易的 下出了一个不是很常见的变化 因为一般白棋飞的话 大部分情况下 对手托 我们就跟他练 一般情况是这样 那这个旗这盘旗显然金智熙是吓唬一下这个小廖 看你敢不敢来 你敢来那我算了 当然这个长的长本身也 也不是什么坏旗啊 只是节奏稍慢 只是我们这种现代为旗的话 讲究的节奏快速 这个稍显缓慢了一点 好 分头 挂脚 那还是这个经典的小飞挂 可以再挂 时候 三三 这个真的是 还是标准的这种现代布局的开局啊 各走各的 反正五 我肯定是不跟着你硬的啊 我哪大我就抢哪 永远不跟着对手硬 一盘旗点两个三三 那也是对于现在这个状况来说 也是家常便饭啊 爬 搬 双飞烟 这个 压强不压弱啊 这个虽然 很多以前我们学习的一些理论都已经 现在都可以抛弃了啊 但是也有很多理论 实际上 还是可以持续的运用啊 比如说这个 此时此刻 这个 小金同学 这个选择啊 压强不压弱啊 这个是从小 下棋的时候 老师就会教的 那么现在 黑棋这有两颗子 白棋只有一颗 那么两颗这边肯定强啊 所以我们要压强的这边 然后压弱之后一虎 这个虎真的是已经是 我太久太久没有见到了啊 看到这部虎感觉很亲切 似乎围棋又回到了上一个年代啊 上一个年代 现在基本上压弱都是长的 其实这个棋 它现在长 我觉得也没有问题啊 因为也没有问题 这长一个完全也是可以的 因为黑棋虽然这里有个子 但是我们看这里有个子 其实也未必绝对是好事情啊 最起码你现在如果拖的话 我就不搬了 我就挖沾了 我选一个这个图啊 这个图局部肯定是亏的白棋 但问题在于 现在黑的这个子效率实在是太差了啊 一会儿我一拐的时候 你还是难受 你不走被我打 你走的话 这个棋型过于重复啊 所以说这个时候 其实它还是可以成啊 但是这个小金有他自己的想法 他觉得你这个子有重复 那我虎下来 你也是重复的啊 但是我们看到 自从AI出现之后 这个虎实际上是被大家 彻底的遗弃了 这下 很复古 小金同学 不愧为我们这个80后的棋手啊 吓得 吓得的确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围棋 好 正吃 起掉 一个多年未见的形状 又下出来了 怀旧 这盘棋我们可以称之为怀旧系列啊 就因为这一个形状啊 因为你现在 在现代的这种比赛中 你很难看到了啊 在顶尖高手对决中 很难看到这样的棋型 肥压 那我可以猜测 这个小金下机下来 可能要断打了啊 果然 我还是比较了解它的啊 因为我们私底下关系也不错 比较熟悉 然后这个断吃 因为普通这个棋 现在大家基本上都是吃这个的 这个下法基本上是已经默认了啊 但是这个金正希的棋风 其实 齐名朋友应该都很熟悉了啊 外表看着是 一个文质明明的书身 但是棋风下起来来 那是一招比一招狠啊 所以这个断吃绝对是它的风格 尤其它这个飞压了两下 它如果不飞压 我觉得它还是有可能打了力的 它飞压完之后呢 它一定是要断打了 对 骑手的这个风格啊 还是比较鲜明的啊 一旦形成了之后 下棋的时候 都会按照自己的风格来啊 这个是非常正常 下自己擅长的 会下的棋吗 对不对 啊 然后 只要点 只要点一个 不是很常见的下法 那么看一下 它的想法应该是你顶 那么我再长 你走这个 然后我再飞过来 把这个头给你震过来 反正我这里 有一些这个接应啊 接下来这些飞了长什么都先手 也比较厚 想办法 就是对黑系这五颗子实行 进行一个攻击啊 因为远方这地方还有一个接应 对不对 合理 利用自己的这个子力优势啊 展开进攻 实战这个小廖是爬一个啊 小廖是爬一个 爬一个 我们看看白系怎么办啊 白系退 然后再霜 觉得爬一下便宜了 嗯 这个是 这个思路应该是对的啊 因为你霜完之后再爬 白的一定会跳了这个地方 绝对不会长这么凝重的一双啊 所以先爬一下 可以 长 半头 哇 这么朴实啊 朴实无华 这真的叫做是 嗯 他觉得是远离白旗这三个字 不希望就是说是给白旗过多的借用啊 他希望就是反正他觉得这地方只要联络就可以了啊 没什么关系 像我刚刚走这个其实比较啊 这步棋摆的其实比较随意啊 漏洞其实挺多的 一般其实不走在这儿啊 走这个 以后这一斑一断也有可能出问题或者点进来啊 反正问题很多 靠断各种各样的借用 所以他这个搬户 这个下法我觉得是是很值得大家去学习的啊 不一定非要永远拆拆边就拆拆四路嘛 对不对 啊 我们远离这个白旗不给他借用 这个白的还是得借用啊 因为不借用 他这个头不见得飞得过来啊 飞黑的直接给他靠断了 还得借用 借用到一下 那这几下走着的话 白旗还是挺舒服的 我觉得 那这个旗型 我觉得白的还是挺满意的啊 如果走成这样 这个今天小廖同学这个脾气很好啊 其实小廖的其中跟金智希碰上的话 他们俩应该是针尖对脉盲 小廖也是那种下棋人狠话不多的代表啊 应该是棋狠话不多啊 人挺随和的啊 棋狠话不多 今天这个脾气真好啊 这个白旗当当几下就全给了 这个我觉得白的还是很满意的啊 将来这个提一个还先手 木树也 也得分啊 然后这个 外头也得分 感觉下得不错啊 但这些都是虚的啊 关键还看接下来这个作战 会发现什么样的事情 然后靠一长 退 这个靠是有计算的啊 并不担心这个白旗会反击 反击的话 他这一加 我看一下 这一充斥 这边白旗挡不住了啊 一旦这个黑的气一旦长了之后 这个贴出来可了不得啊 这个贴出来直接就要出人命啊 这个虽然你 上头这个借用到了几下 但是没有用啊 没有用 所以这地方 白旗还是暂时不能用墙的 冷冷的一退 那黑旗也冷冷的一退 那白旗把这个拐住 很理智啊 这个小静同学 不盲目进攻啊 这个这个旗确实 进攻不便宜 这个时候 你不管拐好飞好 黑的把这一跳 或者是二路小飞一个啊 甚至走在这都有可能啊 很空虚这个白旗 因为你这攻过来 对上黑的这个铁头啊 没有任何的价值 所以这个拐住是 非常理智的 也是肯定是正确的一手 黑旗压 连续的压 斑 感觉这个白旗这个斑有点 太太较劲了啊 有必要吗 这个旗刚才说了 这不是个铁头吗 还是强行扳起来 然后坚定 没有打这一项 这个本质 小金的本质还是攻击啊 还是这种力量型骑手 还是不肯放过这块黑旗啊 现在 因为这个白旗一旦下了这个斑 肯定是要抢先手啊 不管你打不打这一下 如果不准备抢先手的话 这个旗肯定是要立的 局部来说肯定是立好 将来这个跳进来依然很大 那你搬完之后 你再走就 就亏了啊 肯定 所以说 一般我们是要抢先手的时候 我们才会搬一下 这个旗白的始终还是要 围剿这个黑旗啊 但这个围剿有个问题就是 一旦你吃不死这个黑旗的时候 其实外头的锁得很有限 因为刚才也说了 黑的这个头真的是很铁啊 铁头 好 这个黑旗蹦 哇 接下来这不打真的是 一高人胆大 我只能说是 这个地方 拖先你敢相信吗 白旗啊 反正我 我是觉得胆子稍微大了一点啊 这个 不知道他这个是感觉 也凭着感觉还是说真的是 有这个很深的计算啊 这个地方应该是很复杂的 黑的这个各种下来 我们看啊 下来怎么办 比如说我们就来个最狠的 好像粗粗一看 确实也 也不是特别的害怕 贴这个 也不是特别的害怕 这里黑旗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我们看 断的话就 就虎一个 黑的也是有风险的 这样 拐住 这马上要要靠出来 要暴动这边啊 这边收一下 好像白旗气挺长的 黑的其实没几气啊 这两块对杀 可能黑的危险 还真的是不一定怕这个气 我发现 这个真的是需要胆量了啊 实际上黑的小飞 确实也大飞 可能会出事 出问题 还是碰这个 跟我刚才摆那个图 它的设想是一样的 你要力 我就搬了一天 黑的搬了 白旗 打完一段 应该是 连搬 并没有断 连搬 它如果断的话 吃这 这样可能觉得风险太大了 这样的话就必须要吃起了 这个确实谁有没有把握 估计 而且估计也是吃不掉的 因为白旗自己没活 我们看 这实际损失太惨重了 这个图确实不敢下 这个胆子再打也不敢啊 连搬 打了成 对 像这种地方啊 就是双方一定是有过这种计算 才会去吓的了 跟那种 空中那种乱蹦是不一样的 空中那种很华丽的蹦是不需要计算的 这个地方是容不得马虎的 这个必须计算清 因为有可能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所以这个必须搞清楚 但感觉藏到这儿这个白的形状 有点小问题 虎一个 虎一个 想看这个黑旗如果虎的话 它要从这里压 我估计是 然后尖一个仙手 然后虎过 它是要这么战斗啊 也很凶 就外头让黑旗先动 但是 黑的确实也很危险啊 因为往这边逃的话 白的这边很厚 很凶 看看黑的怎么办 这个虎可能也不见得赶虎 直接断正 哇 这这这这这什么东西 都太华丽了啊 因为现在这个是这样一个状况 白旗这里端不进去 这里呢 又贴不住气 如果你这个 松尖一个肯定不对啊 人家虎 你这个尖变成后手了 这肯定不行 这个尖变成后手的话 这五个子就死进去了 那你这里又断不了 这里又贴不住气的 哎 这个跳 他是说 意思是你走这个 我再贴 那么你这个外头 我要我要靠你啊 这马上 那么下面呢 我还是这个接 接完之后 肩膳上我还是能度过 啊 大概就这样一个意思 嗯 也是这么下的啊 实战 哇 这个黑的收获非常大 因为白的这地方有点惨 这下沾不到 这下沾回去的话 木会差很多啊 这个没沾到 以后黑的直接吃到这了啊 那现在就看这个白旗 怎么暴动啊 反正白的五子肯定不能死 那死了的话 这盘旗就结束 当然我相信这个 小金同学这么高的水平 这个地方肯定是有计算的啊 不可能说像这样之后 我再来想办法 这个 其实这个这个变化 就是我认为啊 那如果我是白旗 那我打这个之前 这里的变化 这些变化 我都应该算到了啊 如果这个地方不算到 的话就敢打 那是胆子太大了 那不是胆子大 那可是装大运了啊 好靠 我怎么感觉这旗 有可能会形成一个转换呢啊 黑白的把这里吃了 黑的把这边都吃了 感觉这个旗就是要 奔着这个转换区啊 果然 一阵贴 一阵贴 那这个黑的肯定是弃了 只要黑的好像不弃也不行 我们看一下黑的如果强行 如果强行尖这个 强行尖这个 如果 这个强行尖这个其实也挺乱的呀 冲 绑上 挤 断 这怎么感觉 白的气很紧呢 白的得扳下来 然后得粘上 黑的现在得补这个 补这个的话 白气一加 似乎是黑的要死啊 这个地方黑的受不了气了啊 因为这自己得补 不然 被一打吃的话 他气就尝得不得了 有点问题 如果现在跑这个的话 他吃外头 吃 那这个一提 白的都快活了啊 有眼沙虾了 不行 不要小看这里啊 这个地方白气气很长 看着好像气很短 因为这个地方 起行的特殊性 因为这个 这个局部有一个 白气 黑的要吃白气这三子啊 所以 气很紧 所以这个黑的也没办法了 这个时候转换 很过瘾啊 其实我感觉 齐民朋友 对这种转换的齐 应该是都比较喜欢看 那我个人感觉 这个转换白子 还是可以接受的 这块齐 无论怎么样 子数白 这里啊 子就11颗 30莱姆 这边 这个黑的也就12多 最关键是 整个白气都厚了啊 白气这一片之后 现在白气抢了先手 嗯 这个逼住还是很有价值的 虽然你很厚 这个头很硬 但是 现在我白气更厚啊 我就逼住你 毕竟你还没活进啊 一会儿还威胁一下你的死活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 意思 逼住 这个转换 那我觉得白气是可以满意的 小金还是不负重望啊 展现了他过人的这个力量 这个地方真是没想到 这个拐了一打吃 最终的结果会下沉一个这个转换啊 黑的 黑的应该是无奈的气子啊 这个地方 小廖可能也比较无奈 他可能没有想到 这个碰了连搬出来会这么严厉啊 这个一跳啊 要不然我觉得黑的之前啊 办法应该挺多的啊 这个旗 肯定是黑旗的办法会比较多 这个绝不说是 哎 这个黑的是无奈的啊 这个是被迫旗子 绝对不是这样 然后顶了一下 拐 然后 小飞 白旗开始围中控啊 这个黑的也 也很淡定啊 小廖同学 继续取角啊 你围认你围 我感觉这个控还是挺大的呀 这个拐之前 他不考虑什么 真一个吗 很很担心 他应该是很担心白旗挡这个 觉得这挡完之下不点 那如果黑的补的话 白的一飞 那个脚很大啊 他不愿意让白的这个脚围得很大 他是飞这个 他是拐这个 他觉得这中控让你围啊 金脚迎边草肚皮 我还是先把这个脚拿住 然后 黑旗是飞 黑旗飞 然后白旗挡 它是飞一下已经便宜了 这个白旗虎不住了 然后还是出来了 因为在如果在什么另一个的话 白的也肯定会捞这个 这虎珠的话 白的这块空 我们看从这一头到这儿哇 还是挺壮观的 都不用去数 就感觉这木就很多 全是木 所以黑的也是 实战也是没有 没有离这个 从这里加出来 从这里加出来 然后 虎 那这个是黑旗的权利 这个黑的是 一走就全走掉了 这权利啊 毫无保留的意思 直接给它搬干掉啊 这个把该熟掉的气 全部熟掉啊 这个很实战 就这个死的其实 看着是挺惨的啊 这个 连收气都没有 压 当然这边吃的也很舒服 黑旗这个角我们看 四分之一个旗盘一样的一个大角 接下来估计还得贴吧 这个旗 啊 并没有 实际上并没有贴这个啊 这个时候是 扳了一把 这个贴可能担心贴不到了 我们看啊 这个贴 确实不是绝对新手啊 因为走这个白旗黑的段 走 大吃 粘上 粘上 粘一下 粘上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啊 刚好卖一气 那这个冲到一下的话就可以啊 那其实也 味道也很差 这地方黑旗 如果不走的话 当然确实不是绝对先手 暂时这个白旗不走 黑的倒是也进不来 但是木术还是会有区别啊 这个被飞一把的话 或者是拐了扳 这个木要缩一些 所以有机会白的还是要贴的 先搬这个 啊 这个粒 小尖 搜刮一下这个黑旗啊 一会儿啊 这跳完爬 慢慢搜刮 哇 黑的把这个搬成啊 这个也超级大 这两步起哪个大 真的是个学问啊 白的其实挺想搬粘这个的 搬粘完 这个拐式先手 也很舒服啊 但这个被拖一下 确实也惨 所以就是这个 这个形状去围 围大空 就是有时候就是不舒服 就在这一点 你总是要被别人 不断的这个搜刮你啊 不断的这个去占你便宜 你们一点反抗余地都没有 这根本不能动啊 这扳子一夹出来 根本不行 实战的 精致器是选择了 那个那个尖啊 他觉得那个尖 还威胁到死活 然后挡住 然后粘一下 这个棋 黑的不是在吃在这了 我刚才又摆的有问题 这现在是要粘住了 这个情况不太一样 这样的话 白旗这个挤是后手 这里头是个双活 没有用啊 里生外熟 如果一不小心 吃在这 被挤一下 也白亏一抹起啊 然后贴住 这个精致器这么早 粘一下 莫非已经进入读秒了 也是有可能的 因为小廖这个 小廖同学下棋 真的是也是飞快 也是国内著名的 快枪手之一 那精致锡 这盘棋 这个地方我相信 就像我刚才说的 它这个打吃 要把这边变化全算清 一定需要大量的时间啊 所以这个时候进入读秒 是有可能的 加 这里白的这个冲能不能成立啊 我们看一下 很想冲这个白黑的打吃 然后吃掉 这不行啊 这个地方实在太厚了 这黑的 冲不到啊 将来就是一个收气的一个状态了啊 那这个搬了一下 还是虎回去了啊 哇 那这个被加一把 心 心很痛啊 我们看一下 能不能理啊 虽然我们要相信他们的计算 但是自己要看一下 如果利益会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利益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似乎看到一步好奇啊 这个靠这个 似乎是看到了一步好奇 靠这个什么意思呢 你不能虎啊 虎我一粘 这个拐吃了加和这个就件合啊 同样的道理 你退我也是粘 这个冲断和这个 所以我靠你 逼迫你只能走这个 然后我再一长 这是什么玩意 再一充斥 这个好像也不是太怕呀 这个摆起 没有用啊 我这个靠一个假手巾 煎一个莫非 这样 这样白的还是爬 好像也不是太怕 这个为什么没敢立呢 这个没有看懂啊 这个我再看一下 并没有发现这个 黑漆有非常严厉的手段啊 而且白漆 在利之前 可以先把这些收掉 对 利之前可以先把这个收器 都可以收掉啊 你要是打掉的话 就肯定是没漆了 你要不打的话 我把这些漆都收了之后 这颗子就 就清了啊 完全可以 来这一招吗 嗯 没看懂 也许是 也许是 这个 独秒啊 也许是现在有 优势心理啊 因为我觉得这个白漆 这块吃了 多少会有一点 优势心理啊 我们也可以 现在给大家点点空啊 看看是不是觉得 有优势心理 这个黑的将来 白的这一收之后 全是全收回去的啊 123456789101112 14克子 28 32 334 3536 46 4148 49 55152 至少送到这52 这还有一个53 63 64 65 667 68 69 79 88 82木齐的样子 黑齐大概是 白齐的话 以后提一下先手 11 15 16 17 18 19 29 39 40 41 42 43 44 45 这个55 56 57 58 59 66 62 63 64 65 667 68 67 72 73 这个七白齐有优势 这也弹不上啊 好像也弹不上有优势啊 挺细的 我觉得 独秒了 算不清 唬了一下再长啊 这黑的得补漆了 啊 黑的依然敢不补啊 这个冲还是冲不回来 觉得 这胆子有点大了啊 这冲他还是 还是不怕 觉得你还是活不了是吗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有个 啊 没有打结 啊 有个打结了 这样的话 已经有个打结活了啊 这个地方 搬完一虎吃 这断完这边有个结不归啊 那这个黑的胆子也很大啊 这个结 确实 白的也不见得有结啊 因为这个结很损 的确这个尖也蛮大的啊 如果他跟着硬的话 主要他硬哪里很难受 这个旗现在 补这儿的话 下面以后还要可能被搓一下 补这儿的话 这上头要被收气 啊 这也是 为什么刚才不肯利的原因啊 他觉得不见得便宜啊 他觉得走这个被 这个被打一下很 很不舒服 这个打长非常大 那现在这个白旗要不要动手呢 粘上 不动手 啊 然后动手了 粘上是为了结材 我的理解是应该是这样的 要不然他觉得这个提一下 很薄 可能会有结 来了 黑的是挡住的这个地方 像多了 哇那白的是要利用这一段了 就是说 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看一下这个段是会发生什么事情 看着好像 很像手筋 然后再一跳 嗯 很犀利啊 这个这个这个手法 这个手法可能 我觉得 黑旗有可能是忽略了 我们看一下这样的话 这个木树 哇这个收的太爽了啊 这个白旗 我们看这个跳的时候 黑的已经动不了了啊 黑的如果冲白的就渡 打吃白的就粘上 啊 再打就粘上 冲的时候我们就顶住 先送掉六个子之后一收气啊 这这个不行 这个不如气啊 延出来一起 嗯 这个这个下法有点意思啊 有点意思 很妙 哇这个这个 我们看看这个等于收了一个什么样的关子啊 跟黑的如果当初跳一个比的话 啊 我们假设 本来跳一个的话 是这样的木树 上面的木是一样的啊 上面白旗少了一幕 下头 这个黑的 刚才这在大飞啊 一二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九木齐没了 八九木没了 然后白旗涨了 两木三木 哇 这个逆收十木以上 非常大 不知道黑的是看见了 还是觉得 这个冲也有先手十木左右啊 这个实在是 太过瘾啊 这收的 嗯 这 这个很漂亮啊 这旗下 我觉得这个实战中下出这样的手段 其实心情是非常愉快的啊 很巧妙啊 这断了一粒 一跳加 心情 下出这样的棋 心情都会好一些 点一个 哇这个棋说实话 关子挺难下的 这种中央这种地方 其实是最头疼的 到底是怎么走啊 怎么样才能走在木上 关键是啊 有可能走不好 到最后一幕都没有 哇这个白旗 这边是先不走了啊 威胁黑旗的死活 这一跳进来 黑旗局不是死旗啊 所以现在黑的可能不太敢往里头搞事情 果然老老实实挡住 哇 白的还挖 哇 这里是完全不怕呀 这一段 是什么情况 这一 啊 这团真死啊 真死 这个借不归 那先飞的 再断 它就单退一个 看着这个棋型怎么觉得 好像 味道很坏啊 但是不一定有棋 这白的棋挺长的 有五口棋下面 黑的这里响 外头响 延五口气 黑的如果打了贴 我们看 打了贴 本身不是先手 得冲掉 打了贴 白就长啊 没有用 如果你走着 它就顶住啊 没有 延不出气来 这个地方 那如果是从这边 打了压的话 这样其实 应该还可以 算冲到一点木 但是自身也损进去 这不知道怎么判断 这个地方就是 金智希觉得 反正我本身也没多少木了啊 我先把那个挖 先实惠的先走了 这个坚决不给过 因为局部一加进来 黑鞋是死期啊 它就是要把 黑的给威胁回去 那现在黑的可以 断了 那黑的这个断 断它就退是吧 果然是断了 断它就单退 这力量真的大 就要把你弄回去 这边 就是说现在 黑的这种跳是不敢的 跳它就一并 并完 然后就开始杀你 这确实是看不到火炉 因为这白的 真的是 比铜墙铁壁 还要铜墙铁壁 我觉得是 确实是看不到火炉 只有从这个地方 看看能不能 占点什么便宜 断了一场 那这个地方 也很激烈啊 这个对上 如果金智希这个棋 独正秒吧 这些都算清了 那我也很佩服它 那这个计算力 这个地方 这些都算清 贴住 顶住啊 首先它要算清 这个地方 黑的是沿不了气的啊 无论如何 我们看一下 黑的最强是跳这个 挖 冲 这样的话就冲过来就行 就打打打 打出去没有用 沿不了气 那如果先贴再跳的话 白棋就一虎 那还是沿不出气来 我们看啊 这个只要把 白棋只要把气都下在要点上 无论如何都是沿不出来的 那实战黑的就是要气子了啊 牵手度过 捡一把 然后这些也没有意义了 直接搬过啊 这个先手度过 得势不明 黑的 这得了五木齐 但是中间也送进来不少啊 然后再把这个搬进去啊 这搬进去价值非常大啊 白棋一提 白的有九木 有八有三分之二 加这个九有三分之二 现在只剩下不到两木齐 赫尔巴木啊 很大 那这里还有个大的 这个是白棋的权力 最关键那个搬进去 白棋还没活 所以这个白棋这个权力就没走到啊 现在这个飞 现在这个精致锡干脆不往外走了啊 直接做木 做活有木 做活有木 往外逃没有木 直接团上演 啊 这个是不团的 哇 这个厉害了 这个我估计出乎小料的 出乎小料意料之外了啊 这还能这么搞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还能这么搞 这个围棋真奇妙啊 哇 这个真的很厉害啊 这个 是充分利用自己结材多的优势啊 这结打不赢 局部是个打结杀啊 因为他白的不能贴这个 贴这个的话 一尖肯定死了 这个 啊 这个肯定是没有路的 我们看一下 沾上 黑的就跳就行了 这个肯定是没有路 这黑的整个都是连着的 这个团车都先手 所以 这只能飞这个 飞这个的话 打结 黑的近乎无忧 但是黑的就是没结材 哇 这个肯定是白的 真的是厚的 厚的跟铁一样啊 全盘就这一个结材 黑的就能找到这一个 白的这有一个 断一下两个 铺一下三个 hold啊 白的结还是很多 确实打不过 哇 这肯定挺有意思的啊 吃不掉 那这个 黑的这个飞 不知道便不便宜啊 这样又形成一个小转换 白的这吃了八木齐 但是黑的在这里 除了出现一些木 然后白齐在团上 那么不知道这个哪个 哪个大 我们看一下 如果当初 白齐 黑齐接这个 那么白齐同样是会走这个啊 这个本身就很大 那边 杀八木 实战是 黑齐也是先手 这样也是先手 那有可能 还是黑齐实战好一点啊 因为黑齐实战 这几颗子 把白齐这里的潜力破掉一点 而且这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木也有 那小廖这个飞还是对的 啊 这里他并没有出现误算了 只是这个 金智希真的是 局部能力太强啊 这个大飞 他们一直没人走啊 我觉得很奇怪 大飞其实价值也不小 被黑的挡了 这里说到这个 这个大飞啊 黑的这个拐齐了 说到这个大飞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地方的关子啊 顺便 这个其大飞呢 跟节材有一点关系啊 如果黑齐节材有力的话 黑的一定是靠这个便宜 这样 以后提跟沾交换 当然如果节材不利 你被人尝进去的话 就不一定便宜 那如果节材不利的话 这个地方将来收关 就是靠住的啊 白在一小尖 一定要记住 白在这小尖 它不是并这个 并这个你被顶 以后被吃回来 你等于没走这步棋 小尖啊 以后这个提跟这个团 是一人一个 那这里是这个 这种形状的一个 但无论如何 这个收关一定是大飞啊 记住 不管你节材有没有力 即使黑的能靠了冲锁打 你永远比小飞好 那所以这个关子是这样的 现在黑的把这挡了 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白在打吃 这个确信这个精致锡肯定是 早就独秒了 这是一直在打僵啊 然后点入 那这步棋 还是比较正常的 没什么风险啊 因为现在白的这个局部已经活了啊 下面有个眼 上面有个眼 所以就不太担心了 这个能藏进去很舒服 这白的要能抢到线上 我把这个再拐了就不得了 这个拐很大 贴 一阵贴 这个逼着黑气打了啊 黑气不打都不行 你走这个白气脱仙了啊 仙手连回来 因为现在这个 爬一个还是一个超大的关子啊 爬跟顶交换 仙手三目以上啊 这个 他这两目已经在了 然后 然后还留下一个四摩 这仙手四摩有可能是一个 非常大 所以这个只能打 虽然被白气尝一把 不是很舒服啊 但是也得忍住啊 但白气这地方也是很心痛的 本身木树肯定是提一个好 但是现在要做活啊 只能猴活 没办法去提 猴完还扑一下啊 很细腻啊 这个地方大家不要小看这个扑啊 有一点点可能性会有一幕其的差别啊 有一点 有一点可能性 可能性不大 那 那就是打个僵 还是打个僵 然后 然后 可以的爬 那 刷到这里 这个 关子好像已经不太多了啊 挺住 然后拐冲 几乎没有木了啊 那一路还有个喉很大 靠 长 冲 那白的应该是把一路搬了 啊 白的把这个挡上啊 啊 这挡地是三亩 那肯定还是挡的 等于这两个是建核的现在啊 这关子好像 两个基本上建核 这个这个猴大一木齐啊 没走 冲了一下 搬 大吃 好 最后就是新手荧幕了啊 断 断一下 是著名的便宜一个结材 这个大家也可以学习啊 比爬一个比 断到一下 以后 尤其在有单片结的情况下 我们先断一下 总不愧 多一个结材 总比少一个好啊 打不打得赢再说 好 下到这里 这个棋 就后面还有几手棋 但是跟胜负无关了啊 这个 最终的结果是 白棋两 两又四分之一 四木半啊 那还是有一定差距了啊 那就是说 这个地方的定型 结束之后 黑棋应该是没有机会了 但总的来说 这盘棋 我觉得是 这个典型的 这个金智希式的胜利啊 通过一个局部的一个发力啊 直接拿获了一块 黑棋 逼迫黑棋 形成了一个转换 当然转换完之后 形式依然还是比较接近的啊 在这个地方 金智希给我们 金智希给我们亮了个手筋 走完之后 断完立完一跳啊 这个棋很漂亮下 这个一跳出来之后 这个局面似乎已经是 像白棋倾斜了 再加上他最后这个地方 这个计算很精确啊 这个断退什么的 都 都算得很清楚啊 这个黑的一点半还没有 最后这个四目半差距 在这个 这盘棋来说是比较大的啊 因为这盘棋双方都比较厚实 最后 最后这个 要恭喜这个 我的 也算是我的韩国棋手中的朋友吧 这个小金同学 是战胜了这个00后 中国00后的代表棋手之一 廖元赫 说实话 现在这个80后 赢这个00后啊 真的是不容易啊 虽然金智希是世界冠军 小廖不是 但是我依然觉得这个 金智希能够战胜这个小廖 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也希望这个 接下来这个 金智希所在的这个 徐州队啊 能够在金智希的带领下 有好的发挥 那今天这番棋 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